目前這個預算我們算算大概是28億 當然有說28億怎麼算的 大概一劑40塊美金 乘上250萬人口 乘上匯率28元 算起來是28億 為了這個疫苗的事情 我最近有親自去拜訪陳時中 因為我們最近有那個疫苗供需的問題 我覺得是這樣 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我當時去拜訪陳時中是為了解決 那個疫苗一下子多一下子少 不過我想這個經過溝通以後 我想這個以後問題會少一點 不然我們一開始 我們準備 我們大概第二期到第11期 我們準備的量跟實際來打的量 多了35萬 第12期 一開始多了大概11萬 不過後來因為緊急衛福部有再多一些進來 不過anyway 最後還是剩下很多 所以如果再加起來將近45萬的這種 準備的量而沒有打 這表示我們的供需是有問題的 那經過這個大家很誠懇的討論 這個我們會建立聯絡管道 所以將來關於疫苗的供應跟台北市的施打 我想那個gap差額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當天我也順便跟他問說台北市要不要買疫苗這個問題 就是這樣啦 我們大概這幾天會直接送發函給衛福部 因為陳部長的意思是說 他們會想辦法買到足夠的疫苗 我說那不要不要緊 我們發函給你 你正式回答 說你的疫苗的採購計畫 10成 你回覆給我們 我們要跟議會要爭取這28億 大家比較好討論 所以我覺得這28億是先放著 那等衛福部的公寒來 他如果詳細說明他這疫苗的採購的數量 10成 這樣我們再決定這28億的要怎麼處理 會比較有科學根據 所以結論是這樣 這28億的預算我們有提出 台北市政府採購的程序也都準備好了 那現在只要看中央 他的疫苗的計畫 怎麼樣 那我們再來決定說 這28億的預算要怎麼處理